歡迎收看新台派上線 今晚的節目沒有極限 就在我們節目播出的此時此刻 9點55分 立法院外已經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所以在進入節目討論之前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此時此刻 立法院外的連線狀況 中山南路這邊可以看到四周基本上全部都是人 而且越晚人會越多 早到8點的時候現場已經喊出了突破8萬人 那尤其因為今天是禮拜五的時間 所以大家其實下班下課都會來到中山南路這邊 那可以看到往這邊走啊 這邊裡面有一排的人他們其實是在排隊的 那這個排隊就是要往青島東路裡面再移動 因為青島東路現在人已經塞爆了 所以他們希望不要緊到不行 所以會用輪流的方式有些人出來 之後那些人就慢慢的排隊進去 其實在現場的民眾都是非常有秩序的 那沒有盡量青島東路的人呢 只會在旁邊拿著一些標語啊 每個人就拿著標語來表達他自己的訴求 像是有些人呢就拿到說這個亂投票的 我是你那憑什麼我要顧重前行 那另外還有人拿這個沒有討論 不是民主退回法案要實質審查 那他的這個小朋友呢也是拿出標語 寫說我的未來我站出來 其實民眾拿著標語的都是非常的守秩序 而且他們也沒有要亂吵鬧 都是非常平靜理性的表達他們的訴求 就是要來給這個裡面的藍白立委們施壓 我們立法可以怎麼草率粗糙嗎 可以這麼不是人民的權利嗎 那我們也來看到啊 這個民眾呢就是拿這個標語 那我們來問一下 欸請問今天是幾點來到這邊 今天大概三點就來這邊了 那在這邊看到現場這麼多人的感受如何 就還蠻感動的 希望台灣人這次真的可以清醒一點 對 那今天來到這邊主要是因為 想要給裡面的藍白立委一點壓力嗎 呃對啊 因為真的做得有點太誇張了 真的是 台灣人還是沒辦法忍受他們這麼 胡搞瞎搞這樣子 謝謝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不少人從白天就來 那一路會到晚上是要挑燈夜站 因為在立法院內呢 藍白立委跟朝野立委也是持續的在角力當中 那稍後在立法院外有真情況 我們也持續的會講過 其實這麼這麼多的人的連線 這麼多這麼多人在外面聚集 他其實在今天下午整個立法院人潮湧現速度 超乎每個人的想像 包含我在這個下午都親身去了青島東路去的濟南路 居然繞了一圈現場感受他的氛圍 大家知道嗎 其實在今天一早11點18分的時候 濟南路這個是濟南路現場已經破了7000人 到了3點09分 現場濟南路的空拍已經破2萬人 所以這個人潮簡直像潮水一般的 不斷的湧入不斷的湧入 甚至到4點5點6點7點之後 隨著週末的到來 隨著下班時間的到來 現場越來越多人喔 所以在這麼多人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人民到底在憤怒什麼 今天我看到通過的 立法委員直權行事法50條之二 我非常憤怒 立法委員直權行事法50條之二說什麼呢 接受調查訓問之人員 什麼叫調查訓問之人員 立法院說我有調查權 我可以叫所有有關係的人等來給我調查 你不來我罰你10萬塊 這我們之前都講過 可是很多人會問 那我被立法院調查 我總能請律師嗎 不好意思根據立法院直權行事法50條之二 藍白聯手通過的最新條文 說要經主席同意 必要時得協同律師或相關人員到場陪同 什麼意思啊 我今天被立法委員調查 我被立法院調查 我連請律師的資格都沒有 我請律師的權利都沒有 我要經主席同意 那個主席叫做調查委員會的主席同意 我才能請律師 這個是史上最擴權 過去講什麼什麼 立法權侵害行政權啊 立法權侵害總統權啊 這東西一般人沒有感受 可是我們都知道 就算你今天是殺人犯 你去法庭上你都有請律師的權利耶 你沒有律師 國家出錢幫你請律師 用公設辯護人耶 讓一個被調查的人 有律師協同 還原他法律的權益 這是所有民族國家最最最最基本的 拍謝 我們的立院助攻厲害到什麼程度 你要請律師要主席同意才來 這一條讓所有的民眾都憤怒 這是對於人權赤裸裸的侵害 所以今天在整個青島公路上 你看到什麼 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公民課 就在這邊發生 可是更然憤怒的事情是 這些民意藍白都聽不到 今天在立法院 藍白寧願繼續打架 寧願 葛如君寧願說 他被陳廷菲性騷擾 有可能嗎 陳廷菲要去性騷擾葛如君嗎 他們寧願 不敢面對民意道 八個人陪富龜奇尿尿之外 賴士寶看到沒有 賴士寶從立法院大院離開 要回到他辦公室前過個馬路 要一二三四五 要五個警察陪賴士寶過馬路 所以今天到底在整個青島東路 整個濟南路 整個立法院 甚至中山南北路的人潮的憤怒有多大 憤怒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節目好好一一來揭露 進入節目討論之前 下一集有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媒體人 黃創下 傳小哥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政治系教授 范士銘 范老師你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資深媒體人 陳東浩 東小哥你好 大家好 再來是前科P幕僚 不得了了 AKA課金阿嬤 這次也有課金支持 這次行動的前科P幕僚 吳敬寧你好 孫子們大家好 你課了什麼東西 我包了一台游覽車 你包了一台游覽車對不對 對 然後還保了平安鮮 還保了平安鮮 加麵包跟水 加麵包可以耶 對不對 所以我們Chris 算當之無愧的課金阿嬤 好不好課金阿嬤 再來史詩評論員 吳朗東 大家好 我們進入節目討論之前 先給大家看 今天立法院一早就打架了 這個架打得是又很又快 我曉得是誰 林淑芬跟麥玉珍打架 這個打架到底誰對誰錯 我們給大家看相關報導 一個左勾拳 民眾黨立委麥玉珍 橫橫往民進黨立委林淑芬方向輝 林淑芬迅速回擊 不偏不倚 一拳打中麥玉珍左臉 麥玉珍不甘示弱回擊 伸腳一踹 議會還沒開始 兩個女人戰火已經點燃 我就把它推開 我說你不要上來這樣子的話 麥玉珍 你再從後面來打我當然是啊 對啊 我們拍到完整的畫面 可以看到 林淑芬當時拿著布條 被國民黨立委團團包圍 麥玉珍站在前方擋住通道 林淑芬伸手要求禮讓 但麥玉珍站在前方 跟黃傑等人吵架 不滿被林淑芬推 麥玉珍一回頭出手揮拳 林淑芬也反擊下一秒 一旁立委見撞 喊了好幾聲欸連忙制止 立院雙叔從一場內吵到一場外 不少立委化身為李掌波幫忙協調 麥玉珍先對我揮拳相向 所以我自我防衛的還擊 而且之後她還一直踹我 連還踹到陳數月現在去看醫生 現在為止我們民眾黨 只有洞口 沒有洞口 麥玉珍就揮拳了 我們不要想要起衝突 所以我才說不要再進去 因為進去的話裡面那麼多人 這邊又進來的話 也很多人送 麥玉珍到醫院驗傷 林淑芬稱政當防衛 國會再爆衝突 畫面都會說話 老公今天一整天立法院鬧劇 就要從剛剛奈木開始說起 握了林淑芬 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黃國昌都不敢跟林淑芬辯辯論 可是沒想到 麥玉珍竟然揮拳揮向林淑芬 這個太誇張了吧 沒錯 我們今天從一場外整個情勢 開始現在看起 你看十一點十八分之後 紀南路這邊已經有七千人了 七千人這個數字聽起來 好像不是很多 可是在上禮拜五的時候 剛才才三四千人去 到禮拜二的時候到兩萬人 可是那兩萬人已經在晚上十點鐘 大家下班之後才到這個人數 禮拜二洪森案執取的時候才八千人 沒錯沒錯 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然後但是今天到今天下午三點的這個時候 還沒有到晚上 還沒有下課下班的時候 現場已經宣布兩萬人了 這個很明顯 看出來對比這個很誇張 一望無盡的沒有盡頭的耶 沒錯 所以說對於運動來講 最怕什麼 一而三再而解 他們的量會消耗 上禮拜五禮拜二到今天這個禮拜五 很害怕人會越來越少 會有辦法增加 可是現在發現的是 同溫層在打破 更多的人發現這件事情 隱藏得不公不義 所以他們的人數是在 持續的增加當中 而且裡面還有一些非常 我印象講的印象最深刻的 因為去現場 長老教會那邊還有人家打豬肉 啊 現做購玩 現做購玩 很好吃啊 還有很多一些義工在那邊發糖果 發資源等等 現場氣氛非常歡樂 也很多有趣的一個標語 不過在議場內部 從早上開始衝突不斷 國民黨的這個黨團 就圍住了簽道表 大家從畫面上可以看出 哇他們手握著手 他們在幹嘛啊 你看那個顏關盒露出一個小平頭 然後露出了他這個上臂 結實的肌肉 帶著戰術的手套 不是要立法委員簽道 開會不是天經地義嗎 所以他不讓民進黨的去簽道 對啊 而且傅崑奇還說 中南部會有黑道會上來 中南部會真的上來了 不知道他講的到底是誰啦 是 這個畫面看的就是非常的驚悚 對 在那邊傳傳的圍住 然後再下一個畫面 今天的真真之亂 有兩個真 一個陳玉珍 一個麥玉珍 因為陳玉珍 他就被形容說 這樣一個推移 你看他義夫當官 你看他直接幫忙的 那個吳佩儀給他推走 對啊 那邊有一個 後面有個白色衣服的 舉著手 雙手合指 他就是陳廷飛 陳廷飛原本只在那邊 貼海報啊 貼那個標語 結果就被國民黨的人 團團給他圍住 對 圍住之後因為那個位置 你主席才很近 陳廷飛整天阿彌陀佛 不要 不要印象我們和平 我們保持理性 結果呢 那個陳玉珍 他沒有在理的 戴著他的這個 騎腳踏車這個帽子 對 就這樣一推 推 然後差點就在把 陳廷飛吹倒在地上 對 但另外一個畫面 大家也是非常的驚訝 就是今天重頭戲 對 麥玉珍跟林淑芬 發生了一個格鬥的場景 對 這個場景很多 我們慢動作給大家看 這個什麼 這個是麥玉珍的左手 麥玉珍的左手 先揮了下去之後 這個畫面是右手 是林淑芬的右手 用一拳揮起 所以一點言之阿 整個事件的衝突點是在於 麥玉珍先用左手 揮了一巴掌 對 打到了林淑芬 林淑芬為了自我防衛 用右手一進右勾拳 哇就打了回去 對 所以兩個人就進入到 互翁的一個狀況 但立法院裡面 會有這樣的一個 插槍車火在所難免 可是民眾黨就要控訴說 哇這個民進黨 他對於欺負新住民 這個 冒子這麼大 這個我講是最有資格的 因為我呢 曾祖母就是越南人 而且我是香港出生 我就是新住民 我被徐曉信欺負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講說 徐曉信欺負新住民 你被徐曉信欺負 我從來沒有講說 徐曉信或國民黨欺負新住民 因為這就是個人之間 所謂禮店之間 或是一些衝突 所以說他這個硬要扯到新住民 真的是有點扯太遠了 而且但是還有更多案外案子 尤其是像邁玉貞 他遇到什麼時候 他根本 對 確實他們有肢體動作 可是第一個是 邁玉貞先去打林淑芬 沒錯 林淑芬才還手 我們畫面很清楚 結果他這樣跑去 葉原資的直播哭啊 沒錯一看他自己先出手了嘛 你不揮那一巴掌下去的話 人家也不會一拳打過來嘛 結果被打了這個之後 你看邁玉貞 因為葉原資很傻 他把手機放在那邊給大家直播 叫他跑去葉原資手機那邊哭訴耶 對對他可能發現說 不太熟悉直播怎麼用 葉原資流量比較高 趕快去那邊哭給大家看 但是表現資助理是很可憐這樣 可是他哭了半天連眼淚都沒有 你有看到他有流眼淚嗎 沒有啊 一滴眼淚都沒有 一滴眼淚紅紅的啦 那可是有推擠到 那可是 陳玉貞就發現說 這個邁玉貞 在這邊 所以他馬上就過去去安撫他 玉貞 習玉貞 推完人之後就表現出 陳玉貞他柔情的一個影響 陳玉貞你就可以去推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你自己的同志營 你被推 沒錯 陳玉貞在推陳廷菲的這個時候 陳廷菲也很痛苦啊 所以因為希望說 不要再追我們和平靈性 他推無備義的時候 這樣無情的輾過去 對啊 結果邁玉貞自己先出手 然後被打了這個時候 陳玉貞又去給他這個承襲 那更奇怪的一個人 今天還有一個重點人物 叫做葛如鈞 大家就很不知道他是誰 但他今天一直說自己是個宅男 可是大家發現說 在畫面上面 他就舉高雙手 可是他的腳步緩緩的 往陳廷菲那邊 動了一下 然後移動到陳廷菲的後面 陳廷菲從頭到尾 你看他都雙手合十 陳廷菲都雙手合十 照理來講 大家看到畫面上都是女的 像當大家要包圍陳廷菲的時候 這些藍營立委去包圍他的時候 男性的立委就應該要離席 那邊也不需要葛如鈞 站在那邊 因為你站在那邊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不是對女性 會有一些所謂的 一些騷擾上面的一個爭議 結果二人先告狀 硬站在那邊不走 還慢慢的把腳步移過去的葛如鈞 還反過來去控訴說 他被陳廷菲性騷擾 什麼東西 再講一次 葛如鈞說他被陳廷菲性騷擾 第一件事 陳廷菲已經雙手合十 練阿彌陀佛了 而且陳廷菲根本就沒有看到他 不是我們這個都很清楚 這是陳廷菲對不對 這葛如鈞對不對 奇怪 哪有什麼性喪的問題 你葛如鈞手都是這樣看 陳廷菲是阿彌陀佛 頭都低低嗎 那到底你騷擾在哪裡 什麼樣陳廷菲要騷擾 那你有臉講說陳廷菲性喪 葛如鈞菲要看拜頭 而且葛如鈞菲在這種情況下 他根本就不應該走進去 對女生打到男尾要退開了 男尾人數已經足夠了 來到七八個女的 不足以處理陳廷菲嗎 那你葛如鈞菲就退場了 他故意在這邊 就是中國人的碰瓷 故意被人來鬧 還說他被陳寗菲去性騷擾 然後接下來 陳寗菲在受訪的時候 要還原這個真相 他是怎麼樣被陳韻臻推的 他為什麼要去貼這些標語等等 結果陳寗菲過來就說 你騷格軍啊 你們標語騷騷擾 陳寗菲超沒品 大家在前面受訪就是一個一個來 陳寗菲受訪 陳韻臻去插什麼話 沒錯 陳寗菲就跑過來 然後去幫葛禄菲還在旁邊說四方 我手都舉高 手都舉高 什麼的 重點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嘛 那麼多女性立委在這邊 你一個男的不要在這邊衝熱鬧 你衝熱鬧就算了 陳寗菲也沒有說你騷擾喔 陳寗菲在這邊被推出去的時候 陳寗菲也沒說你葛禄菲騷擾 我們就這種說陳玉珍你推人太粗暴 我們沒有說你騷擾 結果反而惡人先剛放 你先說陳寗菲騷擾你 為國民黨這個立願亂象 雙真加上葛禄菌 今天這一場戲 都是在讓一場外人越看越心涵 是 非常謝謝總統 今天立法院一大早那個畫面 真的太荒唐了 他一個一個我們來給大家看 第一個 你國民黨的立委員為什麼要手簽 那種不准人家簽到嘛 這件事有什麼好講 簽到開會是立法委員的職責嘛 第二個你陳寗菲要打人就打人 你要推人就推人 那你家的事 可是為什麼你要裝受害者 後面說民進黨暴力呢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麥玉珍跟林蘇芬打架 這是最扯 倒不如我可以把我畫面 放全畫面 狀況是這樣子 本來在議場上 本來就會推擠 推擠去 我們昨天也有給大家看嘛 許小新不是帶一個護具 去攻攻攻 那個林怡錦嘛對不對 推人就在議場上推擠擠都會用 跟你麥玉珍你憑什麼 回過身就往林蘇芬打巴掌 要不是林蘇芬躲得快 躲得快就要再給你一個右勾拳 那今天不就是換林蘇芬吃虧嗎 本來啦 大家看完這一套之後 都覺得很荒唐對不對 可是他跟你說 不是 這都不是最荒唐 最荒唐的是 國民黨 敢做惡人 但是惡人沒膽 竟然發函叫警政署要保護他們 昨天說七個人陪傅文琴尿尿對不對 今天五個人陪賴士堡進他的辦公室 其實基本上今天國民黨和民眾黨的表現叫顛覆三關 至少我今天有點意外 對 回到前面 原來民眾黨還有一個人叫麥玉珍 你原本不知道他是誰 我原本不知道他是誰 而且發現說他至少跟黃國昌不一樣 黃國昌只會在壁東 他比黃國昌有尬死度了 對他至少改下去衝撞對不對 對 所以黃國昌你有壓力了 對 民眾黨有一個人比你有尬死 對喔 麥玉珍在這邊他直播在怎麼哭 臉上也是有傷痕 你看他哭得淋花帶淚那個樣子 嘴嘟著 可是在這邊比黃國昌有尬死 對比黃國昌有尬死 你只會直播只會去壁東 對 人家至少在異常中敢衝撞對不對 這顛覆三關 但是更顛覆三關的是王耶 花蓮王耶 對 他叫王耶 王真的有霸氣耶 對 就昨天晚上的時候 我們又看到這個函 就傻眼了 對 本來是看到新聞就已經傻眼了 對 說他們申請要有人保護 中國國民黨立宴黨團 喊給誰 授聞者叫做內政部警政署 對 先是新聞出來 我們想說這是怎麼回事 還要求每個立委要至少一個人保護 後面出來是說 因為他們在推動這個法案 據媒體報導 對 鑒於近日立法院審查 國會改革相關法案 據媒體報導 民進黨動員中南部 哪有據媒體報導 是據傅昆喜爆料好不好 然後媒體把它踢了 由他來報導 但是後面又怪了 難道民進黨只有在中南部嗎 對啊 然後北部沒有嗎 對 中部沒有嗎 對 所以你在污蔑嘛 說民進黨只有中南部 民進黨動員中南部黑道 要對他們進行人身的殘害 將對在野立法委員進行人身殘害 有這麼誇張嗎 誇張是個事實就算 但是另外一個東西 一定要碰轟一下 夜間吹口哨 要吹在勾響 對 我打架不見得會贏 對 吹牛一定要贏 對 所以呢 六成你的民意的立法委員 即讓代表六成民意的立法委員們 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國民黨說他代表六成民意 我呸 其實我們來看第一個區域立委選舉 國民黨的得票數輸於民進黨 對啊 百分之四十 國民黨拿540萬 民進黨是拿603萬 一個40%一個45% 再來不分區裡面 國民黨只有34 對 加上民眾黨80 對 也沒有到六成 民進黨36也比你國民黨高 所以這個東西 因為以前我們最喜歡講一句話 對 中國解放軍打架從來沒有贏 吹牛從來沒有輸 吹牛沒有輸過 所以福昆曲去了中國北京 對 還是有收穫的 學到精髓了 打架不會贏 吹牛一定會贏 是 吹牛絕對不會輸 但是後面就看到 真的呢 其實立法委員本身 警察就會看情況 就會保護嘛 所以就看到了 這個賴斯堡 五個人保護了 這也太誇張了 因為他過個馬路 大家可能不知道相對為什麼 賴斯堡這邊是那個馬路 這邊是立法委員 賴斯堡就過個馬路 就他在辦公室 他在辦公室過馬路 一二三四五個 警察陪他過馬路 然後黃人也好幾個對不對 對 徐宇貞可是 有女警 你看徐宇貞被他拍到 旁邊那個就是女警 可是有一件事情 最近的衝撞 他們也都沒有在衝撞啊 對啊 他們也沒有需要保護 難道是 徐小新你買了那些護具 沒有給他們嗎 你看他們每一個人多怕死啊 全部都跟警察 所以叫做惡人舞膽 但是惡人舞膽之後 後面還要做一些狀況 出怪招 出怪招了 什麼怪招呢 今天呢 大家都可以預期嘛 今天一定會破萬嘛 一定會破三萬 破五萬嘛對不對 所以呢 要怎樣阻絕你呢 所以傳出來說 他們也申請入選 因為這是立法院 我跟你講這是大院 這是大院 第一會館 第三會館 監察院這邊呢 就是剛講賴斯堡辦公室 就過馬路 這條叫做青島通路 這條叫做濟南路 王侯威竟然把中山南路 然後把這個林森南路 還有青島通路 還有濟南路的陸選 想要把他借下來 想要借下來 結果呢 完全的就是出怪招嘛 但是更大的怪招是什麼 他們現在寄希望於衝突 他們希望能衝進去 因為為什麼 現在執政權是誰 民進黨 民進黨 行政院是誰 民進黨 內政部是誰 民進黨 然後立法院 雖然立法院長是韓國瑜對不對 可是你只要佔領國會的話 佔領的議場 誰要解決 民進黨 所以我們這些聰明的年輕人 今天早上我一大早的時候 就看到他們貼了一個社群裡面 非常聰明 我們沒有要衝 黃國衝的衝 黃國衝的衝 就是我們不要黃國衝 我們也不會要衝 因為他們都知道 很多人寄希望於他們趕快的去衝 所以看到他們很多怪招 這怪招就是 比如說在群組裡面對不對 對 有人 民眾黨的群組說 你看到 2026全力支持民眾黨 有人說 各位幫我進入到521群組 524B 他們來衝 甚至有假借黑熊民意 開群組 LINE群組裡面說什麼 明天聽從現場人員指示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記住別畏縮很重要 別畏縮是什麼意思 就是暗示你要衝 對 然後這裡面要衝這些情況都不夠對不對 對 還有一個人要用嘲諷的 對 叫激將法 蔡尊元出來了 為額不公的贏阿輝 對 就是你是太陽化不公 他把你講成贏阿輝 對 所以要你們一定要衝 不像10年前攻戰一場 為額不公 只是贏阿輝 沒三小路用 沒三小路用 拿不到二十萬激將法 對激將法 其實他們中間是什麼 就是希望這個場合有衝進去 對 因為衝進去之後 麻煩的就是執政黨 是 那就達到了一個目的 對 就是新內閣上任 對 對 還沒有開始推出他們的願景 對 還沒有心力除弊的時候 對 要變成去處理這個立法院 對 那不是路透社啊 很多國際媒體講的啊 對 利用立法院 對 削弱賴清德的領導權 是 好 非常謝謝創安哥 我想問范老師喔 范老師 其實坦白講 這麼多的民意 為什麼我要特別拿 今天11點18分 跟3點09分 我要告訴大家 民意集結非常非常快 到了晚上更快 我們剛剛一開場 就連線給大家看 網上的人更多 五萬十萬都是有可能的 可是重點是什麼東西 面對這些民意 國民黨在幹嘛 出怪招 他完全不想解決 對不對 要嘛就打架嘛 對不對 打架已經夠怪 我看的公文算看很多了 我沒看過這麼好笑的公文 這公文怎麼寫的 近日立法院審查 國會改革相關法案 據媒體報導 民進黨動員中南部黑道 這一句話兩個謊言嘛 第一個 哪個媒體報導 沒有 是據傅昆琦爆料嘛 對不對 第二件事 有動員中南部黑道嗎 沒有嘛 中南部黑道 你們國民黨都認識啊 對不對 動員中南部黑道 將對在立法院進行 人生殘害 還講人生殘害喔 然後再來 每一句都是吐槽點 我不知道哪一句最大 大概 讓代表六成名義的立法委員 人生安全受到嚴重危險 哪裡六成 國民黨從頭到尾得票都拿四成而已 你哪裡六成 你區域立委是拿四十點四位 不分區拿三十四而已 所以範老師 國民黨會不會太誇張 這個 這今年的這個立委 區域立委 民進黨拿的是六百零九萬票 對啊 國民黨只拿到五百四十萬票 對啊 多了六十九萬票 對 那只是因為說 我們這個席次的問題 不分區來講的話 國民黨是 只有拿到四百七十六萬 是 民進黨是四百九十八萬 對 或者二十二萬票 不管是不分區或區域 民進黨的票數都是遠遠碾壓以國民黨 還有總統 對啊 我又不曉得你國民黨這個有什麼 憑什麼在公文寫說 讓代表六成民意的立法委員人生安全受到威脅 真的是要臉不要臉啊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還說是媒體報導說 民進黨動員黑道 對 我們從白天到晚上看到的都是年輕的學生 就是傅昆吉自己開記者會 對 說他聽聞有人要動員黑道 他也沒證據 對 他隨便講一講 然後還甩鍋給媒體 我們看到所有的群眾都是那些 單純的學生 對 年輕人嘛 你有看到那個阿弟亞 穿著黑西裝 戴著這個紙杯 有嗎 我跟你講我今天下午到了現場 我到了現場 現場不要講都年間 各年凌晨都有 可是非常平和 我唯一覺得要發生衝突的是 我要離開的時候 我叫台計程車剛好在我前面停下 門打開一個外省老伯伯 看到我認出我 對我破口大罵 他叫我不要再亂了 叫我你來這邊幹嘛 我當下是忍住 我說阿伯不要生氣 我扶你下車 對所以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什麼 像白狼 山安樂這些人 找衝突 對他們會找那些真的阿弟亞 像這些太陽花薰就是這樣 對 後來你開集合那個時候還跟民進黨的這些 王世堅他們對罵 王世堅他還講了一句名言 Operman Day Party 對不對 因為這些黑道非常的囂張 他就說故意要製造衝突 對 美麗島視線就是故意衝突 是 先亂再壓 對啊 所以你看就是說 那今天為什麼國民黨這些立委 進到立法院這個地方還要警察來陪 對 對不對 民進黨為什麼不怕 我跟你講 賴世堡過馬路 警察陪或許還說得通 對 富奎琴尿尿也要人家陪 在立法院裡面 欸 七個人 對啊 是在幹嘛 他沒有走出去 對啊 這個我跟你講 我們台灣最厲害的地方 最民俗是什麼 上廁所與率平等 對啊 你自己看 對不對 立法院那尿尿也要人家陪 他沒走出去 對 然後把那個門全部堵住 不是六成民意嗎 對 我們人是說人要三級 第一級是什麼 內級 內級啊 有人上廁所包到門口 方先生 我們現在 都正在上廁所 請你等一下 那邊還要去找別的廁所 對 地旁邊不是到處都有廁所 對 我們台灣像我去在學校 遇到學生要一起上 我也不會說 讓老師先上 你慢慢等 不然你程序 程序可以不及格 可以這樣子嗎 是 不能這樣嘛 所以我們上廁所都平等嘛 平什麼你復婚集可以包廁所 等成全包 對不對 就是我一個人可以上 對 那有這種道理 還有包尿的 對 他就很像古代皇帝 對 這種七個人只有皇帝才有 然後他旁邊有太監 歌一 入廁 上過 這樣子嗎 真的我覺得這個就是古代皇帝才有這種規格嘛 是 你不允許什麼時候跟皇帝開牙齊過啦 我都不得了啦 太扯了嘛 乾脆上廁所還有台灣明鏡 敲鼓敲鼓 你出巡啦 上廁所啦 嗆 天乾物詐 小心昆棋 ㄎ 不要只是第一打到小次 迴避 回避 昆棋上廁所 如廁上茅房 這樣子嗎 我真的覺得太慌 我是不曉得 這個月我要這個家要繳稅 我們的稅金用在哪裡去了 警察用來保護國民黨這些立委的 稅金被用來保護傅崑琴 對啊 然後台中的捷運 警察不夠 告訴你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編制 所以你看有人在台中的捷運上面 拿刀子砍 台中的警察不夠 警察都跑去哪裡了 都去保護傅崑琴這些人了 不見得還有藍白 你看 黃人旁邊有時候有警察對不對 然後徐宇貞 女警來保護 賴士堡五個人被他過馬路 小學生 說來如果如復婚錡的公文 我們有六成名義 還需要警察出來保護嗎 對啊 我們是主流名義 我們立法院我們立的一些法 就是符合民心的 應呼人情的 對啊 我走到 我是不是關係 我就走到群眾裡面去告訴你 我是被老共制裁的 警政署問要罷我都不用 對啊 那我今天去現場 因為現場也有藍白對不對 我一個人去 對啊 你哪哪需要 你如果有正氣你哪也需要 對啊 余職號館正氣你來 理虧嘛 你負責其實理虧 所以你才有警察保護 這多近立法院的大院 這青島東路 青島東路四縣道而已 賴士堡過馬路第一會館 五個警察 太誇張了 而且那個地方應該是有交通管制 不是 他這邊我今天去 他這邊從巨馬隔開來 而且這個巨馬隔開 因為人是往這邊走 那這邊是隔開讓車可以通 這個巨馬旁邊也全部佔滿警察 對啊 是有多怕啊 所以我就說國民黨這些 有什麼心虛嘛 對 有什麼底氣不夠嘛 就他也知道他們今天在立法院 胡作非為 是被民眾唾棄的 是 可是他又不願意承認 他在那邊 基本上強詞奪理 對 所以我不需要講 我覺得國民黨再搞下去 我繼續搞 我真的要繼續 我真的要繼續 我真的要講 國民黨的年輕史要不要清晨 對 因為大家都是年輕人嘛 對 今天還有很多是從中南部上來的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國民黨你未來就是個老人黨 對 那老人黨你就是日薄西山 對 因為你的支持者 就沒有心血進來嘛 是 所以我真的覺得 國民黨這樣子倒行逆施的結果 只會讓全民唾棄 讓年輕人看不起國民黨 而且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你國民黨還要用一個藐視國會罪 問題是 是你自己你的行為讓人家藐視 對 你今天搞什麼調查權 誰來調查 傅崑奇來調查 顏寬恆來調查 羅明財來調查 我們對你們這些人不放心 你們有什麼專業能力 你有什麼法律素養 所以你今天說要人家藐視 是你自己藐視你自己 對 所以我覺得這叫 你是自己屈辱自己 別人才要屈辱你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國民黨 我覺得國民黨國會這樣搞 只是讓整個國會的電廠 成倫 讓人家更看不起立法院而已 好 非常謝謝方老師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我們要進廣告 可是關鍵是什麼 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問一下這個 跑立法院 跑很久很久的陳東豪 東豪哥 他對立法院旁邊 熟悉的不得了 我們等一下好好問他 有沒有看過 委員尿尿要警察保護 過馬路要警察保護 你這樣人敢臭大 你有六成名義 笑死人 我們進廣告 東豪哥 你在立法院看過非常非常多怪事情 對不對 這麼多怪事情 我坦白講 今天最怪 上個廁所要警察保護 過個馬路要警察保護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真的很怕衝突 他們怕衝突是什麼東西 他們當然不怕在立法院內的衝突 他們人比較多 打架可以打一 對不對 他們怕什麼 場外的衝突 為什麼 這個是今天被踢爆的 中國國民黨聲援國會改革動員 5月24日就今天 晚上5點要進場 530暖場預計9點半結束 這是很刻意的 就是什麼東西 我們過去有在做懲抗 我們會有一個原則 要把兩派的人隔開 要隔開 那個隔不是說隔一條街 要隔好幾條街的 可是當你國民黨發出這種斗原力的時候 他就是要衝突 他就是希望今天亂 甚至我們講 有很多群組裡面在煽動 明天聽從現場人員指示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記住別畏縮喔 很重要喔 收到 畏縮藍白就贏了 我們在整個設局裡面 不斷在踩煞車 結果 國民黨在製造衝突 很好喝 當然因為只要衝下去 怎麼話題焦點都會被移轉掉 不會 我先講小副 請打吃到 我認識他的時候 當年 他不是大哥嗎 沒有啦 他不是大哥啦 是 你在兄弟面前 他連黃國昌頭都摸 我跟你講 這個要用台語形容 在兄弟面前做金主 在金主面前做兄弟 你聽了有沒有 我很多朋友 很多巧門 我很多朋友遇到兄弟 就跟他講我是生意人 對 遇到生意人的時候就跟他講 我兄弟 OK 這樣聊好不好 聊懂 我當 傅寬奇還沒有當立法委 還沒有從政 還沒有跟 他是劉松返推薦 是 還進了清明黨 對 那個時候還在炒股票的時代 對 這李登輝的時代 是 他是帶兩個保鏢 就帶兩個保鏢了 為什麼 炒股恩怨多 糾紛多 對 就要有人保護啊 對 用台語講 好人沒當 好人沒當 這個一定要用台語 他請保鏢是從小請到大的 他身邊一直都有兄弟保護嘛 是 是吧 這個本來就不會很特別 然後你再看為什麼立法院搞這個樣子 你要知道 韓國瑜雖然當過立委 對 對 第一次當院長到現在四個月 對 顧寬其 以前只能在台面下人的人的 對 第一次 總招 對 這兩個人都是第一次拿到那麼大的權力 對 韓國瑜是什麼 是不懂院長要怎麼當 對 他真的不知道 他只會喊休息跟看著我的眼睛 你不要為難他 他真的院長沒辦法 你要注意看為什麼會打成這個樣子 國民黨老的其實都不會打 其實民進黨也一樣 對 民進黨其實就是比較資深喔 新科立委比較少 新科立委最多的 其實是國民黨 又年輕 這些人一進來 本來就比較衝動 他們 我想四個月的立委 他們還有新鮮期 對 他們要表現 所以你注意看 為什麼早上去圍那個千套布 對 有關可能其實已經算是比較老了 對 可是你看旁邊小牛他們 對 這些牛許婷對不對 小牛他們都 比較High 對 然後你在院內 你去看也是一樣 徐曉昕 他比較High 第一次當立委 對 那 相反過來 你看民進黨的 陳寧輝跑去那邊要貼 本來要貼 要貼布條 結果他人少 對 好 這個本來有什麼好講的 因為人是少 對 所以你貼布條 你的布條貼上去 也會被人家換掉 是 偏偏 來幾個陀螺庫 陳韻臻 陳韻臻是真的 他雖然是已經連任了 陳韻臻那個陀螺庫 沒有人可以擋 陳韻臻是搞不清楚狀況的 不 哪裡有人去 還在往哪裡衝 陳韻臻很清楚鏡頭 對 陳韻臻 為什麼會亂的樣子 第二種人 陳韻臻黃國昌 刻意亂的 鏡頭 對 都是有鏡頭的時候亂 陳韻臻一來 你跟他同台過啊 對 你知道嗎 上政論時候的陳韻臻 跟在立法院 你看到那陀螺庫的陳韻臻 沒什麼感 真的不一樣 在政論的時候 陳韻臻是可以跟他談事情的 是 可是在立法院的陳韻臻 當那個攝影師一射一射的時候 那個人形的 陳韻臻那個巨獸 就 bre 一路很推 立法院為什麼還弄得這樣子 再來第三種 為什麼 因為有吳宗憑這樣子 檢察官當立委 知識分子的良知都被狗吃了 還有檢察官 對 他跟你講 這個什麼叫反質詢 等我立法後再告訴人民報告 我的天啊 他要當檢察官的時候 我要說等我起訴後 我再告訴你為什麼 再給你看 是這樣子嗎 對 是這樣子嗎 你在起訴之前 你有偵查的時候 人家有什麼犯罪問題 你在偵訊的時候 你的筆錄都要寫 你都要問他 他可以請律師 再來 你剛才講到那一條 要不要請律師那個 我被你立法院的調查小組找去 我如果有工作的人 我怎麼辦 你要補我嗎 前一陣子柯文哲 記不記得 對 黨主席到法院去作證 他還有500塊的證人費 對 如果你是上班的人 法院法官或檢察官 或律師請你去作證 你是可以請假的 我懂了 這50條之類叫做 接受調查詢問的人員 金主席同意 余必要時得先通律師等人到場 第一個 你如果不到場的話 我要罰你錢 你說法院是 我去作證 我給你錢 檢察官那邊 我也有錢 我有證人費 第二個 你去當被告的時候 請律師是 你沒錢 國家幫你請 現在是我請律師 要主席同意才能請 然後關鍵是什麼 為什麼這個事情 不是說所有的國民黨提的版本 我都要反對我 不是這個意思 我這個意思是什麼 關鍵是什麼 在這條50之二裡面 我是誰啊 在行政訴訟裡面 我要嘛是證人 要嘛是被告嘛 要嘛涉嫌人嘛 都會舉出嘛 可是在立法院這個我是什麼啊 相關人 我是什麼人啊 我是證人嗎 你有可能在調查人啊 或者我是專家嘛 你要講清楚我是誰啊 如果我是專家 你要請我做專家證詞 我是做白工的 要證人費 然後我的權力義務關係是什麼 不知道 我講說這一些東西 我只是在講一句 這一件事情 從頭到尾的核心 要討論 不是你贊成或反對啦 然後核心 會搞成這樣子 兩個人 我剛才講三類人嘛 核心就是兩個名字 一個叫黃國昌 一個叫傅昆錫 這兩個人在擠 一個是兩年以後 要去選縣市長 有黃國昌的地方就亂嘛 有傅昆錫的地方就亂嘛 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 因為他們兩個總召嘛 兩個總召夾著一個 四個月的菜鳥立法院院長 主要是立法院院長菜鳥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嘛 他根本不知道嘛 然後你過了一些東西 大家受不了嘛 你以為民進黨叫得動這些年輕人 民進黨如果叫得動這些人 他1月13號怎麼輸的 才四個月而已 民進黨沒有那麼厲害好不好 民進黨有那麼厲害 那他四個月前輸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人會去 一定有一些事情 對這個社會的人有一些共鳴 你如果說一開始5月17早上 那兩三千個人 有可能他是政黨傾向 因為要過這個事情 他很關心這些法案 覺得國會濫權 第一批的人可能有政黨傾向 但是像5月21號晚上 從傍晚開始 從傍晚開始 你如果站在行政院對面 或者你在忠孝東路跟忠孝西路的十字路口 那個畫面 是可以跟當年太陽花在警服前面那個大十字 那個手機白光的那一幕面 那是都是一樣可以相互揮印 那是歷史性的照片 民進黨有那麼厲害 你可以叫那麼多人 不要騙我 是 賴清德有那麼厲害 他就不會只有那些票啦 他會更多票他會更爽 還可以讓傅昆綺講說我是少數總統 叫得動這些人在立法院前面 對 賴清德就跟你講我過50了啦 是 哪有那麼多話 對 所有一切只有一個 我跟你講就是兩個字 討論 就是兩個名字 黃國昌加傅昆綺 總共是這樣 我們剛才說過 立法院外面的人為什麼會這麼憤怒 其實我坦白講喔 什麼許巧心啊 牛許婷啊 羅庭偉 這些都不是重點 陳玉珍也不是重點 這些人是什麼 是新科立委嘛 是愛盡頭的嘛 我對我而言 我認為這麼多人這麼憤怒是什麼 國民黨跟民眾黨裡面有非常多的 知識分子墮落 什麼叫知識分子墮落 翁曉玲是慕尼黑大學的法學博士 吳宗憲是中華民國考試及格的檢察官 黃國昌是中研院的法律研究所的研究員 這些人都是懂法律的 這些人比我都還懂法律 他們比誰都知道立出這樣的法律 是不是違憲 是不是侵害人民的自由權 可是問題是 大家再給大家看一個畫面 2014年的黃國昌 我在講一次喔 2014年的黃國昌 大家看 我們播給大家看 不要吐 不要轉台 可我再給大家看一次 2014年的黃國昌怎麼講話的 你是按照去年 朝野協商最後的結論 逐條逐項實質的審議跟表決 或許大家會非常的不滿 但是勉強還可以接受 不會爆發出接下來的事情 我們很怕他們包裹表決 就是撕毀前面朝野協商的結論 包裹表決 那些掌握權力的人 他們在濫用整個程序 在踐踏整個民主憲政 絲毫不手軟 而且完全看不起人民 根本沒有把你當一回事 Grace 我不知道是不是會向有心聲 2014年黃國昌講說什麼東西 如果我們可以逐條逐項的實質審查跟表決 或許大家會非常不滿 但是勉強可以接受 不會爆發出接下來的事情 我很怕他們包裹表決 包裹表決 那些掌握權力的人會濫用整個程序 踐踏民主憲政 絲毫不手軟 看不起人民 也沒把你當一回事 現在在幹這件事的叫做黃國昌 現場我們今天去 我也去 我們也有記者去 我們看到非常非常多 人民對黃國昌憤怒 那是完全不肯比您的 甚至富虧幾都沒這麼憤怒 國昌請分類 OK 黃國昌集中處 國昌不落地 這什麼東西 那兩個字我們不要講出來好不好 再來 找尋主人 誰家的騎娃娃走私了 用功德心一點 不要放出來害人 還有呢 黃狗黑鄉 為父座昌 然後呢 遊行現場喔 黃國昌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嗎 啊 我忘了 你現在是國民黨的吉娃娃 欸 Chris 大家對於黃國昌憤怒是超乎想像的耶 身為沖粉 我是很想要唱一首歌送給黃國昌 沖粉 對 就請你這個 寫信告訴我 今天 你到底是什麼顏色 走音走得有點嚴正 因為他的顏色會變來變去啊 對 就有點跟不上 對 所以我覺得黃國昌他的這個 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居然2014所說的話 都可以打臉到2024 今天自己的行為 你知道有一個手板最值得念 諸葛亮沒有死 死的是2014的黃國昌 對 然後今天你知道有一個插畫家 他畫一個漫畫 是 我看了也是絕領悟了 他說 老師一定是被寄身手 給寄身了 那絕對不是黃國昌 對 現在你看到的黃國昌 不可能是黃國昌 他老大有蟲在控制他的意志 對 因為那個整個是跟他2014的 表現是相反的 對 四個人都不會發生這種事 對啊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 而且我覺得黃國昌還是這樣子的 群眾圍在外面 他現在喔 他從中午開始 自己也一直在開直播 他覺得黃國昌唯一任務 開直播 不然玉珍都敢打架 你黃國昌都敢打架 開直播才不會被打 對 因為開直播的時候 要在一個安全舒適 對 他開直播一定要在院長旁邊 因為他這樣才不會被打 然後他就可以講說 我俊俏的臉龐 是 來啦 Grid 雖然我是 因為我去歐洲了一陣子 你去歐洲一陣子 我看到黃國昌到底什麼時候俏過了 對 原來是他的臉龐 我也是認住了 就是我去黃國昌 你說俊 沒有俊只有俏 哪裡俏我不清楚 但重點是 黃國昌跟柯文哲的一個特色 他們在直播的鏡頭裡面 都會活在自己的這個元宇宙裡面 等一下你講到重點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我們一定要進廣告 我們回樓讓Grace好好分析 AKA課金阿嬤 對不對 好好分析 什麼叫做黃國昌跟柯文哲 只會活在自己的直播世界裡呢 我們進廣告還去討論